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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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字天這裏的話呢 有一個阿爾派嘛 點下去 然後他可以Loading嘛 他顯示是VR的一個圖 然後完成後可以拿到獎品 好 今天的話呢 先教他怎麼解 總之來講你就按右上角這一顆 箭頭嘛 然後有三個區域 然後這張地圖就是新的阿爾派 如果還沒有看過阿爾派地圖裡面內容長什麼的話呢 拿鐵的影片有分享過這個地圖的搶先看啊 就是你可以直接看這島裡面有什麼設施 對 是搶先官方啦 總之來講國外已經有實況主要拍了 所以說我們這邊分享一下 大家可以在頻道清單中找阿爾派的全新地圖搶先看 好 我們這邊的話呢就準備出發 我們先從左上角開始好了 這張地圖其實看起來 應該是跟天堂島差不多吧 好的 然後我們現在可以看到這是VR 可以看到四角 是360度的 然後其實說實話我看過遊戲畫面阿 沒有沒有那麼高清阿 只是說這個就是顯示出來的感覺 然後實際上畫面可能會 會不太一樣 不過這樣看起來是還蠻舒服的 然後我們可以把它調成全螢幕 然後他就有個陀螺裡 你點下去以後對不對 我現在手機轉哪裡 他就會往哪裡 就是看 就像我現在手機是自己可以轉的 就很像是你現在用戴VR眼鏡在 在觀看這個地方阿 這也算是一個蠻有趣的設定 我覺得蠻好玩的 然後你可以把陀螺裡關掉 用手指頭直接滑 然後他的任務主要就是你要去找到他那個1234什麼的 好 我們先找 2 4 他可以 喔 他可以移動啦 可以移動 我們可以移動 按這個話就移動這個地方來 哇 好酷喔 伊哈的設定 可以看我們人物角色這邊休息 可是好像不能 欸 可以放大 還可以放大 我以為不能放大 還可以放大 好 這個很用心 等一下 我先把我的按鍵鎖起來 不然他會按到 好 我們先按XX 再來我們先完成 找到標記 要找到所有標記才會有獎項 好 我們先看到所有標記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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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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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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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 5 5 6 或者是推特都可以 儲存至相簿 好 可以儲存 好 下面這個好像沒去過 軍事基地 軍事基地我影片中分享有那個 直升機的地方 軍事基地做得很好啊 我是希望未來地圖不要再把東西縮掉了 欸 那個又出現了 雪橇 飛行器 該不會兩個坐雪橇過來的吧 欸 可以對話 要和我一起探索嗎 是的 我很熱意 喔 飛行器真的假的 他叫做他的飛行器 怎麼做 遊戲提示 這是個類似 訊號發射塔 在流程中找到隱藏的寶藏 然後他說 近360度的觀看 他好像每個圖裡面都有神秘的寶藏 神秘的寶藏 這個嗎 熱氣球 這個嗎 原來如此 標記就是找櫻花啊 痾 好吧 他的標記就是這個 這樣應該蠻好找的吧 找到一個了 我們再回去第一個 上面那個吧 應該標記找的是櫻花 好 那個很簡單啊 我們再找一下吧 找櫻花 我怎麼會覺得想要櫻花排熱水器 這邊看起來是沒有 有雪怪 雪怪也是 到時候好像是可以直接領了 這邊沒有的話我們到惡的地方 其實就是轉視角啊 找他的櫻花在哪裡 這是大家來找查遊戲啊 VR大家來找查 沒看到欸 可是他怎麼是寫124啊 不是3 3在哪裡 3在這裡 在日式的莊園 在哪裡啊 剛才已經找到一個別的地方了 好像沒看到 好 那就試看看 這隻狐狸欸 這個有4張圖感覺上比較難找 你再回到1看看 現在就要找左上角這個櫻花啦 稍微放大看一下有沒有 然後你可以點 點到說已經就是 就是那個地方了 哇很會藏欸 不會藏我腳邊吧 這也不是 可以跟他對話 在東南方 他是講地區吧 哇塞其實 感覺不太好找欸 現在就沒看到啊 認真找一下 我們就慢慢轉畫面了 找這個東西最快的方法就是 每一個 每一個慢慢轉 很悠閒 在度假的感覺 坐在那邊 這個不是啊 欸 我蓋我上面這個是 1 好我們再看到3吧 先可以放大 遊戲提示 建築2樓的玩家可以更好的看到戰場 並可從1樓中獲取物資 房屋之間的牆壁可作為掩體 並非掩體是100%的安全 2樓可以看到更好的戰場 呃這遊戲 哦是遊戲提示啊 不是徽章提示 他只是提示說這個地方 你可以怎麼樣去交戰 你看 欸這個徽章有點難找欸 到底在哪裡啊 我看到眼睛快 欸找到了 就在這裡 好他在第三張圖啦 第三張圖這裡 第三張圖的 人物上面有個屋眼 好 這樣子就可以找到了 在最後一個地方 最後一張 好這一張 這張只有兩個圖而已 應該很好找 其實有時候就是不經意的地方 欸我覺得他不會藏到圖1欸 我覺得藏到圖2 他音樂還蠻好聽的 我不知道你們找這個有沒有找到眼睛透華湯 找到了 在這裡 這個比較好找 因為他只有兩張圖而已 好的 這樣就可以領到我們大獎 鑽石轉蛋券 然後他會發到信箱裡面 好我們這邊回顧一下吧 呃 這個是 軍事這邊嘛 軍事在這裡啊 第一張圖 的 這個塔下面 瓦哥的左邊 第一張圖 再來呢 第二張圖 他再來是這張啊 神社這邊的話 我覺得 有點比較麻煩一點 比較難找一點 他在第三張 上面這裡 好 OK 最後的話呢 是第二張圖 上面這裡 高架上面這個屋子 總共有三個櫻花的徽章 找到以後呢 你就會收到P5 寄一台櫻花排熱水器給你 開玩笑的 好 這就是這個 新的埃爾派的 任務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大家可以玩玩看 然後大家喜不喜歡這個新地圖呢 也歡迎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討論 好 這張地圖之後 應該是1月1號之後 就可以玩的到啦 差不多新年的時候 然後呢 這個地圖 他之後可能會開放其他地方吧 我不知道VR是只有開放這三區啊 或許會再開放其他地方讓你玩 我覺得還蠻有趣 然後大家就玩玩看吧 那今天呢 就分享到這邊啊 主要就分享一下 FIFIRE新的VR的一個 小遊戲模式啊 然後不知道大家 有沒有找到櫻花的標誌了 找到的話 也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討論說 你們花了多久的時間 找到櫻花標誌 好如果沒有找到的話呢 你可以直接看看我剛剛最後的影片 有分享怎麼找到啊 那今天遊戲就到這邊 如果大家喜歡的大廳影片 可不妨喜歡 持續訂閱我打開通知的鈴鐺 後面有意見到 P5攻略的情報 也記得訂閱我 YouTube主頻道 副頻道 玩具頻道 到哪一頻道 最後推銷IG粉絲團 搜尋我不肯 那又可以找到我了 謝謝你們的收看 我們下個遊戲見 掰掰